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晚上一直到中秋廉假 随着水汽越来越多 东北风的阴风面 东半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降雨的区域 会越来越增加 至于背风面的中南部地区 还是属于午后一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热带新地铁牙目前还是位于越南 它的强度逐渐会减弱了 所以它对我们是没有影响的 而目前的环境我们可以看到 从南海一直到菲律宾东方海面 仍旧是低压带 这低压带未来几天会稍微的向北移动 它的水汽会影响到我们 让我们附近水汽增多 天气也变得比较不稳定 另外北方高压开始逐渐活跃 我们日过星期天开始 将由北方高压带来第一波的东北季风 影响我们的天气 在天气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哦 再降雨方面 其实今天大部分地区依旧可以看到阳光 只有在大台北地区 基隆北海岸地区和东半部 甚至马祖地区有些零星短暂降雨的几率 而中午以后 在中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会有午后震雨 今天晚上到明天 水机会稍微多一些些 所以大台北地区 基隆北海岸地区 宜兰地区所下的雨就比较不是零星的 而是比较偏向局部短暂震雨 那同样的横川半岛和马祖 依旧也是有短暂震雨的天气 其他各地还是可以看到阳光 中午以后 在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各地山区会有午后震雨 新一四开始水气又多了一些些 所以东北风的阴风面的东半部地区 还有横川半岛 以及桃园一北地区 甚至澎湖金门马祖 整天断断续续的会有些短暂降雨的几率 而新竹与南地区还是可以看到阳光 中午以后会有午后震雨 星期天开始 今年入秋的第一波东北季风南下 除了中南部地区 还是属于早上开的阳光 中午以后有午后震雨情况以外 其他各地整天断断续续都会有下雨的几率 至于在温度方面呢 今天各地天气还是比较热 我们预报今天在北部中南部的高温 是34度35度左右 整个东半部地区和金门的高温 大约是32度33度左右 至于澎湖马祖大约30度31度 气象局持续发布高温资讯 今天我们针对云林和台南发布黄色灯号 提醒在这边的朋友 今天高温有可能到达36度或是更高 而这样子的高温形态预估会持续到星期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条曲线 分别代表北部东北部马祖 中南部以及花东金门澎湖 在星期六以前还是这样比较暖和的天气形态 波西一天开始 受到今年入秋第一波东北季风南下的关系 其实这波东北季风并不强 带来的冷空气也不强 所以影响还是以北部东北部比较明显一些些 我们预估星期天 在今年入秋第一波东北季风影响之下 大台北地区 基隆北海岸地区 以及宜兰地区的高温 会比今天略降三四度左右 大约下降到29度的高温 低温部分比这两天下降一两度 大约是24 25度的低温 然后其他各地的温度变化则不大 然后最后大家一定很关心 中秋廉价晚上的 你可不可以看到月亮 基本上中秋廉价的云 会比这两天来的多一些 尤其是迎风面 东北风的迎风面 东半部和北部地区 云多断去下雨 所以在东半部和北部的朋友 如果要看月亮 可以多一点耐心 看是否可以从云风中看到 但是中南部地区 如果午后对流发展的云气 比较早消散的话 相对而言中南部地区 看到月亮的机会 就比较多一些了 以上是今天早上的天气说明 明天气说明将来的这里 刚刚所以说明可能会提现 才能帮助用 我相信而言中会 岂派的温度 今天真的辖过来的 昨天晚上与我 这样的温度 像夜容 机长的管理 是